一名德国籍男子到花莲租车自己开车到太鲁阁欣赏风景 不料在要下山的时候经过西宝隧道出口附近被落实击中了车门 那个时候讯号不好而且语言又不通让这名男子很慌张 所幸新城警分局耐心协助也请外事人员来帮忙助他脱困 结束了这场惊魂击 德国籍男子独自一人来到花莲旅游租车体验自驾太鲁阁 他沿路欣赏龟府神宫的风景 回程却遇上意外 当时他正好经过台八线162公里处西宝隧道出口附近 一颗落实从山壁滚落下来 不仅不偏不倚的刚好砸中他的左后车门 本所见过一名德国籍游客报案 称车辆遭落实击中 远景到场了解后 该德国籍民众驾驶注定自小客车 自台湾泰五个游玩 结束后返程花莲方向行驶 行经台八线162.1公里处时 车辆遭落实击重 造成左后车门损坏 所幸无人受伤 本所也立即通报分局外食远景道场协助外籍男子 并联系租赁公司 请退交车 道场移除车辆 并陪同制作笔录 在山区手机讯号非常弱 虽然心里紧张又焦躁 而第一时间他先冷静 找有讯号的地方打电话报警 好不容易联络上警方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 远景灵机一动 教他使用通信软体拍照 传回周遭的警官 才终于确认他的位置而协助他脱困 记者凌杰 休林乡采访报道